台湾驻斐季代表处在8号的时候 当地旅馆正在进行国庆酒会 结果却被中国大使馆的人员闯入 双方还有肢体冲突 外交部政务司长曾厚仁 证实是有这件事情 导致台湾的外交人员好几个人都受伤 甚至其中一个人还有轻微的脑震荡 必须住院治疗 中共的外交官 他先是在那边四处张望 然后离开了之后 很快的又回到这个现场 然后在外面大声的叫嚣 然后几乎是要破门的入 要强行进入 有一些肉体上的接触冲突 老实说这还很少见 是不是代表普遍的行为 或是一个单一的事件 我们还在观察当中 针对这件事 外交部表示非常遗憾 而且予以谴责 另外事发第一时间 斐机警方虽然有到现场 中国外交人员主张外交豁免权 那么外交部也坦承 因为台湾和斐机双方是没有邦交的 处理时间可能不会很快 不过外交部已经通电台湾各驻外管处 警告中方外交人员的攻击性 是越来越强 恐怕会影响各个驻外管处的活动 大家都要提高警觉 大家都要提高警觉 这边还在现场 不过外交人员主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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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定